机器人在日本可谓是大热门,东京消防厅也不甘落后。 7月31日,在消防厅本部发表最新绰号为可爱罗伯的原救型机器人,加入了现场救援行列。 东京消防厅成立已有几百年历史,救援过几万场的灾难,但这个历史悠久的消防厅却有21世纪最先进的设备。 从1994年以来,东京消防厅开始运用机器人深入火场,挽救了不少生命。 跟之前的机器人比较,这个升级的机器人可爱罗伯,重量更轻,电池的持续力更长。 消防厅工作人员说,我们设法造出比以前型号更灵巧轻盈的救援机器人,可爱罗伯的一切设计都是根据消防厅的需求制作的。 它装备有红外照相机、超声波感测器等。 在火灾现场,它可以进到消防员不能去的地方寻找受害人,并以100米长的线缆和现场的指挥车相连。 它使用两个试探臂识别受伤者,缓缓地用双臂将伤员装载到一张雪橇样的床上,撤回到安全地带。 可爱罗伯还配备了摄像机、温度感应装置和毒气侦测装置,另外还有氧气瓶,在需要的时候可供伤员使用。 机器人身上的扬声器则可以播放救援人员的喊话或指令,装备可说相当齐全。 目前在全世界80万工业用机器人中几乎一半是在日本生产的,日本希望在未来10年内将机器人产值扩大到100亿美元。